至于在乌俄战争方面呢 现在俄罗斯是不断的在加速在顿巴斯地区的推进 而且甚至说了不会考虑和平谈判 他们的国安会秘书长肖伊谷就强调 从8月份到现在为止呢 俄罗斯其实已经夺下了乌克兰东部 有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这是两年以来速度最快的一次 顿巴斯地区呢 很多地方现在都是俄罗斯在掌控的 那甚至呢这个总统普京也就说了 只要乌军呢还在俄罗斯的本土在库斯克作战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屈服 不会考虑做任何的停火谈判 认为呢对方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恶意 我们为什么要停火呢 那甚至呢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 推到呢2022年的2月份两年多前 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呢整个乌克兰有五分之一的土地 根据普京的说法 现在通通都落入俄罗斯的手里了 所以目前呢这个乌俄战场的局势 美国看了其实也蛮紧张的 甚至还要担心呢 俄罗斯会拿到更多的军武相关的资源 因为有一个消息是 伊朗呢送给俄罗斯的短程弹道飞弹 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 俄罗斯恐怕就会直接使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所以这会让整个俄乌战争的战事呢 直接瞬间升级变得更加危险 所以现在包括呢英国法国跟德国都宣布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像英国最近呢就决定要终止跟伊朗之间全部的实飞航班 那当然伊朗也跳出来澄清说 这个消息呢根本就是假的 是一个不实的误导 非常恶劣是有心人在操作呢想要做政治上的宣传 那当然俄罗斯呢还有蛮多的军事上的动作 就是最近呢跟大陆走得比较近 他们做了联合的海上军演 呃区域地点呢是在地中海到太平洋这个水域 规模其实蛮大的 像俄罗斯派出了400多艘的这个舰艇 那整个军演呢会一路维持到9月16号 所以可以看到呢目前整个这个战场上的攻势呢 呈现俄罗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话语权 绝对不会轻易向乌克兰低头 巨大爆炸声响彻云霄 一栋多层楼住宅窗台冒出熊熊烈火 吓坏拍摄民众 乌克兰9号夜晚发动无人机大反攻 袭击莫斯科和俄罗斯西部 也是恶务开战后莫斯科第二次遭到大规模攻击 外媒报导这波袭击至少造成该州拉曼斯科夜区两栋公寓大的回顺 当第一名46岁富人死亡三人受伤 空中交通也受影响至少30个航班因此停飞 俄罗斯启动防空系统宣称一共击落144架乌克兰无人机 由于有消息传出伊朗正提供飞弹给莫斯科 是否授权给乌克兰美制长城飞弹因应 美国总统拜登也做出回应 乌克兰发动最新这波无人机攻击同时 俄军超过30个月的侵略战争有所斩获 目前拿下一座村庄梅姆里克村 下一步将进军约20公里外 属于后勤枢纽的波克罗夫斯克 而墨西哥最近则是有大规模的抗议 其因是即将卸任的总统 他认为目前整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里面 充斥很多裙带关系贪污腐败 而且是比较有利于政治跟社会精英的 所以他打算来做一个大规模的司法改革 改革的方式就是让全国各级的法官 都应该由民众普选选出来 不单单只是地方法官 包括高等法院的法官 未来都要走选举制 如果你未来想当法官的话 你这两年内可能就要赶快来投入选举了 所以这个政策一公布之后引发民怨的反弹 有大批的民众直接走上街头示威 甚至闯进了参议院里面 来终止整个辩论的程序 逼得议长是宣布 可能要直接来无限期的修贿了 而这个动乱也引发了墨西哥的外交关系 变得很紧张 像是主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跟加拿大就警告了 认为现在的整个局势 其实已经影响到三方的贸易协议 所以也可能会对投资产生负面的冲击 希望墨西哥能够尽快解决这样的争端 抗议示威者情绪激动 还有人泼洒白色议题 场面一阵混乱 示威者不断拍打国会大门 终于钻出一个洞破门而入 墨西哥议会大楼外爆发大规模抗议 因为总统提出的司法改革案引发重怒 10月1号即将卸任的墨西哥总统 罗培兹提出的司改案中 主张法官要经由民选产生 提议最高法院大法官 人数从11人减少到9人 并缩短任期到12年 所需的经验从10年减少到5年 反对党领袖还在国会内自拍 喊话政府要听听人民声音 反对者认为这将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 就在墨西哥议员对这项提案进行辩论时 抗议群众冲入参议院 示威的画面全被电视台转播出去 而这项提案牵涉到全墨西哥6500名法官 法院的书记官也选择罢工加入示威 参与示威的几乎都是法院职员或是法学生 参议院议长被迫宣布无限起修会 TVB新闻组合报导 至于大陆政府最近非常关切是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所以第14届的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 现在在讨论要不要来延迟法定的退休年龄 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分男性跟女性 男性是60岁 而女性则是50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年龄在1950年代设立之后 到现在通通都没有改变过 不过过去这四五十年间其实社会出现蛮多的变化 包括呢是健康意识的提升 所以大部分的人的这个寿命呢 其实都是很明显的延长 可能活到八九十岁都不是问题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法定年龄 可能已经不符合整个社会的结构 还有呢一些经济文化上面的需求 所以现在可能在讨论要不要来做调整 那另一个要值得留意的是呢 现在大陆的社会养老保险 已经产生所谓收不抵支 有这样子的风险 所以政府也希望呢 不能够减少一些这个开支呢 让它变得比较平衡一点 不过这也让很多的大陆民众就担心 如果退休年龄延后的话 会不会等到真的要领这个保险金的时候 就已经领不到了呢 那日本其实有相关的这个讨论 也是因应呢这个高龄化的问题 所以其实呢中高龄的员工呢就 蛮担心的认为自己呢 是不是要因应政府的政策 一路工作到70岁呢 政府在考虑要把所谓的老龄的定义呢 上修到70岁 不过劳工心里面呢真正在想的是 如果我一直工作到70多岁 那是不是等于要工作到死呢 来台湾30年的渡边玉美 现在经营占卜事业开班授课 迈入花甲之年 渡边玉美希望自己能工作到不能做为止 若是在日本 她已经到达企业的退休年龄 再过五年就能开始领取养老金 然而现在日本经济界 呼吁政府把老年人的定义调高到70岁 最大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没有钱 所以以前的话年轻也很多 所以给老人年轻的 但是现在日本的政府 在以前很辛苦 所以没有给老人的钱 所以老人也工作 这样的感觉也有 日本政府想要解决人口减少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同时让社会福利及财政能长期持续 日本内阁府预估 2045年70到74岁 人士的劳参率约百分之五十六 不少长者因为养老金微薄 不得不继续工作 过去日本政府就曾考虑将老年人的定义调到75岁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有议员建议折中 延后五年到70岁就好 比较具可行性 事实上日本的法律其实并没有规定 日本老人的年龄是在65岁 这个规定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多数人认为65岁以上是老人 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日本公司的退休年龄是65岁 也就是65岁之后 你其实是已经没有一个固定收入了 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老人年金 是从65岁开始勤零的 所以65岁以上就被认为是一个老人 为了维持经济稳定解决劳动市场短缺 学者认为政策调整是必然 但企业界如何配套也有阵痛期 对于日本的民间来讲 他并没有做好准备 譬如说以大企业来说 目前现在大企业就是调整退休年纪的 或者是延长让员工能够工作到70岁的企业 只占0.6%到0.7%左右 这大企业 中小企业长一点到3%到4%左右 所以说这完全日本政府虽然有鼓励这一点 然后日本的一些团体也在呼吁这一点 可是日本企业并没有做这个准备 有39%的日本人打算工作到70岁以后 政府也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打造高龄友善职场 不管他们的业界经历 或者是他们整个的工作经验 其实对各个产业是有很好的抑注的 可是整体来讲却被定义是中高龄以上 甚至从公司的角度不见得是那么重视相对的 所以我们相信说如果企业界在整体 可以做比较快速的调整 有可能可以比政府做的更有弹性的调整的话 可以去把中高龄的人口 或者是过去已经退休的人再聘回来 那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说如果从中高龄的角度 他其实可以做一个职务再设计 我们想象中高龄他有可能年纪相对比较大 如果他今天在零售业可能不能爬高爬低 那是我们的预设但是不见得 但是我们可以配合比较年轻力壮的年轻人 来跟他做一个搭配 那中高龄可以分享这个经验 同时也可能两边讨论之后会有更好的火花出来 壮世代银法族继续工作的原因有很多 这也是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TVBS新闻罗世鵬洋青坡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